当今娱乐圈不缺美人 但是美的基本没辨识度 都是大眼睛瓜子脸 而在八九十年代 一些纯天然美女 才算是真正的经典 除了李嘉欣和关之灵 今天要说的这一位也足够惊艳 她就是袁杰盈 她让人印象最深的 是与陈浩民一起合作的TVB剧《人龙传说》 当时两人满屏CP感 而在《人龙传说》 《人龙传说》之前 袁杰盈的出道之路也十分有趣 1985年 她被黄柏铭在街上发现 进入影坛 15岁的袁杰盈留着一头短发 怎么看都是个假小子 在她短发变长之后 和黎姿一起合作电影《飞跃凌扬》 短发的黎姿也不及她美貌 她出演了《开心鬼》系列的电影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美貌的面容 吸引了不少人 之后再度在影视剧中挑战短发 我未成年里的袁和平 才二十岁的她让很多人痴迷 1990年 在《蝶血街头》里 就跟梁朝伟配了对 1993年 袁杰盈与甄子丹合作 出演电影《英雄豪杰之苏启儿》 长发的她 确实算得上是盛世美颜 相比起其他美女 袁杰盈算是低调的 虽然出演了众多剧 但是很少有她的绯闻 算得上是颜值和演技艰巨的演员 只是在一段感情创伤之后 她得了厌视症 整个人憔悴不已 看起来十分沧桑 而且在几年前 袁杰盈开始信佛 皈依佛门 如今更是孤身一人 对感情仍有所期待 但表示并不想要孩子 感谢观看起来十分沧桑